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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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变成三栏目 专门来抓尼克敏啊 林冠英啊 林季祥啊 这个Lafisi啊 有没有 这个是第一条 空投支票 第二 竞选宣扬宣布什么 如果国阵做政府 大道经费不再起价 而且每年会慢慢调降 可是不到一年 去年大家记得吗 马来西亚28条大道 起价不是10% 不是28% 是起50%到200% 又第二章空投支票 讲话好像吃大便一样 不用本钱的 要吃大便一样 长堂一国之军 均无戏言 堂堂一国首相 答应的东西可以不当一回事 然后现在又来骗我们 又叫我们把票投给他 最糟糕的是 我们竟然相信他 还把票投给他 你说 岂有此理 哪有天理 对不对 第三 他答应我们什么 他说如果国阵执政 马来西亚的车的价钱 2013年 他赢了2013赢 短短的三年里面 这一个车价会降30% 100千的车变成70千 200千的车再降60千变成百四千 我问大家 车有没有降价 有没有降30% 没有 对不对 又第三章空投支票 对不对 连连三章空投支票 现在第四章 上个月沙州选举 还记得吗 他说 如果只要华人票回流 好像江沙这样的 现在你们只要华人票回流 我就给你这个A 这个B 这个C 对不对 当时 沙拉月也是一样的 宣布 只要华人票回流 我们就委任华人做沙拉月首席副第二 副首席部长 当时很多华人心动 左右为难 不知道要投给谁 心大 心小 心小 心大 最后一般的华人给他骗掉 行动党原本有十二席 输掉六席 输掉五席 剩下七席 大家满心期待 沙拉月国阵宣布内阁的时候 会有华人副首长宣誓就认 朝中有人好办事 我死了 我死了 最后证明 老千出家 老千出城 笨者上钩 沙拉月的华人又给他骗掉了 这句就叫做成语所说的 过桥抽板 国阵再三过桥抽板 再三万恩负义 可是还有很多睡不醒的人 还相信他 继续让他继续过桥抽板 而现在来的最大条的桥 就是江沙的曼龙桥 又来了 你再信他 我们已经信他很久了 三十多年 我跟你讲 你每次投给他 他反而不会见 你就是这一次赶赶来 他一试几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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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会怕 因为为什么 江沙如果输掉 昨天在全马来西亚 222个5位一试 不会再有任何一个安全区 因为江沙是他最后的堡垒 因为江沙跟其他国阵赢得 43个选区一样 多数票没有超过5.5% 所以如果江沙会输 也就是说 国阵现在赢了134个国会 会输掉43席 到时候他只剩下95席 我们到时候就真正的落实了 改朝缓大 告别 腐败 我们期待 为了下一代 莫再等待 好不好 所以为什么江沙普选这么重要 为什么我每个晚上来 喉咙奖破了 我提顾奖死了 还天天晚上来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江沙普选 是开创马来西亚政治的未来 江沙普选 将开创政治 新格局 所以记得618 到那次江沙创奇迹 好不好 你可以相信吗 首相官邸 每一年水费200多万 200多万 我算应该都6000个人用 可能每一天阿基哥 请3000个人去他家里冲凉 他的电费一年用1100万 每一个月电费整百万 怎么样用 都是用你爸爸的钱 你相信吗 一个月电费 可以用100万 我可以在江沙开 史无前例最大间的工厂 100英亩的工厂 可能用电也不过用100万一个月 马来西亚已经到了一个 无法无天的地步 我可以带你到处理 我可以带你来的工厂 我可以带你去工厂